欢迎来到英语新闻天天读 今天我们要来看两则比较重要的新闻 第一条全球30岁以下最富有的人在巴哈被捕 第二条中印军队在硬控的阿鲁纳恰尔邦三区边界发生冲突 第一条新闻 全球30岁以下最富有的人是谁呢 是一个叫做Sam Bankman Freed的年轻人 以下我们简称他为F先生 这位F先生有多年轻呢 他1992年出生于美国的加利福利亚 今年刚满30岁 2014年毕业于麻省理工 他在2017年的时候创办了FTX加密货币交易所 我们来看这家公司令人惊叹的发展历程 2021年获得了60家投资公司高达180亿美元的投资 2020年他向拜登竞选总统的时候捐赠了520万美元 据说这笔捐赠位列拜登捐赠榜的第六位 2022年7月他的身家就达到了87亿美元 2022年的10月也就是两个月之前 他在刚刚公布的福克斯富豪榜 以225亿美元位列第60名成为全球30岁以下最富有的人 但是在11月他就申请了破展重组 12月也就是昨天就传来了他在巴哈背部的消息 那这背后到底有没有阴谋呢 请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看一下新闻的标题 FTX 数字货币第三平台 Founder 创始人 创办者 Sam Bankman Freed 也就是这位F先生 Arrested 被捕 拘留 他是Arrest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In Bahamas Bahama 拉丁美洲的岛国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半岛的东南 要用借词in 在这个地方 再往下来看单词详解 Founder 名词创始人 创办者 例句 He is the company's founder 他是公司创始人 我们也可以说成 He is the founder of the company 但是Founder呢还可以作为动词来说 动词的意思是破坏沉默 跟名词有着天壤之别 例句 The ship founded in the sea 船在海里沉没了 第二个单词 Arrested 动词 逮捕 拘留 例句 He was arrested for robbery 他因抢劫而被捕 例句二 The police arrested the thief 警察逮捕了小偷 这句话呢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 The thief was arrested by the police 小偷被警察逮捕了 这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句式 接着往下我们来看更多的原文 He will appear in a Manchester's court in the Bahamas on Tuesday Panese's side Mr.Bankman Freed was arrested for financial offenses against laws in the US and the Bahamas 第一个句子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主语是He 他 Well 就是将要将来时 Appear 出庭 动词 那就确定了 他这个是动词 出庭 在哪儿出庭呢 In Mankstreet's court 地方法庭 哪儿的地方法庭 Bahama的地方法庭 在什么时候 在星期二 On Tuesday 看出来了没有 地址 先说小的法庭 再说大的地方 然后再是时间 一分析句子就很简单了 他将出庭 在一个小的地址 后面跟一个大的地址 后面再跟时间 下面一个句子 Panese's side Panese's 说 说什么呢 这个 F先生 被捕 was arrested 被捕 是因为什么 Force 表原因 因为financial offenses 金融犯罪 Against 又是一个动词 又带了一个句子了 违反了法律 哪儿的法律呢 In the US And the Bahamas 同时违反了美国和巴哈马的法律 单词都在这边 大家来跟我读一遍 Appear 出现 出庭 Magistries 地方 执法官 Court 法院 法庭 Offenses 违法行为 Against 反对 North 法律 来看疑文 他将于星期二在巴哈马的地方法庭出庭 警方表示 Bankman Freed先生因违反美国和巴哈马法律的金融犯罪而被捕 第二则新闻的语言文 India and China troops clash on Alulachar Pradesh mountain border Troops 军队 他是troop的第三人声单数和负数 Clash 冲突 打斗 打架 On 在哪儿呢 在这个地区 阿鲁拉恰尔邦 山区 Mountain 山区 Border 山区的边界 来看单词详解 Troops 军队 例句 500 troops are in area 那个地区有支500人的部队 在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troops和army的区别 army他主要指整个的军队 而troops呢 他是侧重于组成军队的士兵 一般呢 他要用负数 他要用负数来表示 因为你说一个的话 你就用soldier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你就记住 他一般是跟着s来出现的这个单词 再往下看 clash 这个国家因为COVID关闭了边界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中印边界线 来看原文 India says its force has crashed with Chinese troops in a disputed area among the border The first search flap in more than a year 我们先来看这句 谁说印度说他们的军队have 这是一个现在完成时冲突和谁呢 和Chinese中国的军队 在一个disput的争议地区 这个争议地区在哪呢 是沿着这个边界的争议地区 发生了冲突 The first search flap 第一次有如此多的争议 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 We're invalid 这也是一个被动语态 被卷入了 双方都卷入了这场斗争 同时呢 位置同时还有少数的士兵 A few有一些少数的士兵 Surfing mental injuries Surfing痛苦 Minor轻微的 injuries 伤害 接下来我们来看单词部分 Forces 军队 Disputed 有争议的 是一个形容词 Flare up 爆发 More than 非常极其 超过超出 More than a year 超过一年 翻译顺口一点呢 就是一年多 A few 少许几个 有很多人把A few和负友 经常搞混 你记住了 负友呢 是基本没有 你前面加个二 就是有一些 因为它有了一个二嘛 所以就有一些了 Soldiers 军人 士兵 Inverative 卷入 Surfing 痛苦 疼痛 Minor 轻微的 Injurious 伤害 挫伤 来看疑文 印度表示 在边境争议地区 其军队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 这是一年多来 首次发生此类冲突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中文喜欢把地点 或者把时间都放在句首来表示 而英文呢 正好反过来 你看它的地点 在句子的尾部 时间也在句子的尾部 而且它遵循的顺序 都是地点 时间 如果地点还有分别呢 那就是小地点 大地点 时间 下面一句 双方都有一些士兵受轻伤 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